近期有部热播剧大考 讲的就是中国的最重要的考试 高考 虽然是讲述疫情之下的中国考生 家长学校以及老师各方面的辛苦和不易 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 世界各国大多数重视孩子的教育 尤其是离开了中国到海外的中国家长 自己本身就是人中龙凤了 望子成龙之心更是艺术的太平洋 在大洋彼岸同样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对孩子的学区选择非常上心 我们上一期提到了 在美国选学区重要的十项指标中的五点 这一期呢 继续和大家分享同样重要的另外五个指标 第六 教室的幸福指数 如果一个学区里的老师们冤身载道 想必学生们也开心不到哪里去 相反呢 如果老师们受到学校的尊重 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拥有很好的福利 他们更容易教出身心健康 心态稳定的孩子们 家长们可以多留心 当地有没有关于教师罢工之类的新闻 也可以在网上找找 老师们对于学区的评价 这次在热播剧大考里 现身好几个学校 都可以看到一群非常负责任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好老师们 传道授业解惑 师道传承没有国界 挑选学校一定要关注老师 第七 班级人数以及师生比例 班级人数越少 师生比例就越小 一般情况下 这说明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 去照顾好每一位学生 他们的教学压力也会更低 心态会更好 老师们越开心 学生们也越开心 所以班级人数少 是一个师生双严的局面 Win-Win greetschool.org 上面不仅能看到师生比例 还能看到学生和副导员 之间的比例 第八 学区的多元性 那群网站上可以看到 学区学生们的多元性 包括性别和种族的比例 第九 课外活动 孩子们的学术知识固然重要 但是教师之外的发展 也不能忽视 家族们可以多研究研究 学区是否比较注重体育运动 还有琴棋书画等课外活动 还有是否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兴趣 劳逸结合 带孩子们全方位的成长 第十 学区稳定性 最后我们也可以上网查一查 学区负责人和学校董事会主席的 周转率高不高 平均在任时间是多长 从而可以看出学区质量的稳定性 如果这学校的高层人 经常有人事变动 那么这里的学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父母朋友们有所帮助 千万别忘了点赞收藏 这样你就不用怕 下次找不着我了 我是迪赛世界的陈森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迪赛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